白龙择住石全身 卸出石崖 瓶练鸣 一是庐山一到此 九天半落 必合生 我也与这瀑布合个影吧 记录一下最近锻炼的成果 过了这个瀑布 很快就到达东部的山顶 往西边走 可以乘坐缆车到达西部的山顶 西山顶上也有一个瀑布 对应叫做西瀑布 两峰之中 这两股溪流好似两只眼镜 所以叫做天木山 下山的时候 乘坐山顶的小巴士就可以下来了 之后我们还去了山下村子里的小溪 西水里石斑鱼很多 也有家长带孩子来玩的 山下还有一条大一点的河 叫做天木溪 天太热了 我就在这顺便游了个游 顺便找了一下小时候和活泵的打水仗的感觉 看看水里的小鱼 今天则是圆满了 看看水里的小鱼 是天木山顶的小机 天木毕 祂诶 是天木 山顶的小伙子